四月的南宁满目聪裕 生机盎然 上午九时三十分许 习近平来到南部战区陆军机关 亲切接见驻广西部队师椅上领导干部 驻南宁部队团级单位主官 和南部战区陆军机关正团职干部 习近平同大家合影留念 合影结束后 习近平听取了南部战区陆军工作情况汇报 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强调 今年在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 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要抓紧抓实思想政治建设工作 抓紧抓实练兵备战工作 抓紧抓实部队改革工作 习近平强调 要旗帜鲜明讲政治 坚定不移增强四个意识 立起打仗的鲜明导向 密切关注局势变化 真抓十倍 长倍不屑 确保随时拉得出 上得去 打得赢 要坚持问题导向 紧贴作战任务 作战对手 作战环境 深化作战问题研究 有针对性的做工作 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去分析解决 带动练兵备战水平提升 确保部队高度集中统一和安全稳定 不断把部队建设和战斗力的基础 打牢 夯实 范长龙等陪同视察